我们要时局紧扣 镜头前大方手牵手 破除周刊的内斗传闻 国坛民幕僚刘又彤 蔡沁宇首度合体亮相 我们怎么这么有默契 都穿了花花装 其实我们的共通点就是 我们都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小孩在家里很吵闹 那我们都怕小孩吵了 我们自己当然也就不会吵 拼命找共通点拉近关系 更强调事情多到没时间逗 但外交好奇 初选期间活跃的刘又彤 最近鲜少曝光 仿佛被冷冻 传闻是因为这一段不当发言 她们应该笑得灿烂的笑躲掉 初选落白隔天上电台节目 刘又彤的这番话 听说让曾心盈心存芥蒂 随后八月份郭柯王合体前 刘又彤突然人间蒸发 连柯文哲都找不到 我发蛋给他说 他已经去度假去了 度假两个礼拜 关键时间消失两个礼拜 其实讲了这个 然后就会说郭太太会生气 我觉得真的 把她的度量想得太小了 坦全发言 造成曾心盈困扰 刘又彤确实感到抱歉 事实上目前担任 永林执行长的刘又彤 曾经是记者公关 之后投身科技产业 老公杜莫喜 也是鸿海高层 至于副执行长蔡庆宇 当过电视新闻主播 以及outlet品牌副总 丈夫李游龙也曾是主播 更担任过央广总台长 两位发言人都有媒体经历 强调现阶段职务 才分工进行 只是记者一问到国民党相关问题 刘又彤立刻转身回避 等到访问结束 才又站在一起合照 两位女幕聊的巧妙互动 还是引来外界各种揣测 明镜需要在一起合照 明镜需要的乐体